雄心勃勃的柴柔 南中北讨 老百姓文风丧胆 明华元年度大戏 烟云十六周 描述五代十国社会动荡 战乱分歧的时期 后周 北辽 争夺烟云十六周为起点 让歌子戏有着浓厚的史诗感 可能会发现 什么跟某种程度乌克兰发生的情形 某种程度跟台海的现状有点一样 但是这个是纯实巧合 因为这个戏的过想 我们二十六年前就有了 烟云十六周 是明华元二十六年前的经典戏码 如今经典在线 剧情重新编排 演员也大换血 孙翠凤母女分上下场饰演主角 多位年轻演员担当重要角色 象征世代传承 我的压力来自于我们要把一群年轻的表演家 带上国家戏剧院 所以用这一出大戏 让他们施展他们每个人的魅力 跟每个人的专业 不断推成初心 明华元戏剧总团创团近百年 历经过大环境各种兴衰起伏 但三年来面对新冠疫情搅局 许多公演被迫取消 零收入情况下还得支出上百位团员薪资 一度爆发财务危机 我们要怎么样再把观众找回来 再进剧场看戏 真的对剧团来讲 每一团都一样很辛苦 也要很用力的去行销宣传 艰困环境下 明华元陆续推出四出新戏和大戏 借着不断活化创新 希望更多观众领略传统戏曲的新境界 大爱新闻张略嘉台北报导 关心天气